Hello大家好 今天市长来体验当病毒 哎呀开玩笑 其实就是准备试玩一款叫做瘟疫公司的手机游戏 主要目的不是想让大家看市长破坏世界的水平有多高 而是让大家清晰的看下病毒是如何传染到全世界的 以及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防范才能真正的阻止到病毒的扩散 而市长这次的任务就是通过病毒发生病变来对抗人类 让世界都 嗯你们懂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鸡妹们大家好 我是退役17年半的练习生力百病毒 这都跟谁学的呀 喜欢传染变异和质词 今天是我全球巡演的第一天 我今年的KPI就是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认识我 害怕我 感染我 并为我打上红色的硬原色 一战无中生有 暗度成仓 凭想象成不捏造 无言无语 无可救药 是者安息 一路走好 好的 第一战我的经纪人蝙蝠哥为我选择了 回来印度 别问为啥 就是人多 笨 刚才时我到这个阿拉的时候吧 都没啥人打理我 直到一个印度人为我死去 才引起大家的一点点小小的注意 是的 然后我为了让大家更容易记住我 我就让他们发烧 咳嗽 扫着痛 不过就是这样 我依旧觉得没啥存在感 你打算怎么着 然后我就增强了一下自己的病毒属性 哎嘿 奏效了 你给我来跳 不要笑 随着他们死的人越来越多 我嚇着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他们充满了恐惧 恐惧 还有恐惧 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 就是面对恐惧 但是光恐惧吧 也不能增加我的曝光 于是我的死忠粉们出现了 你不戴口罩就不要出去 不要乱闹 他们不戴口罩 他们在一起聚会 疫情这么严重 才是太乱闹了 他们到处乱窜 这个时候真是都不出来打成了 他们把对我的爱深藏在心里 不告诉别人 然后偷偷的再传染给其他人 好嘛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我的脑残粉 把我的经纪人蝙蝴哥吃掉的脑残粉 我真是太爱你们了 高兴了 但是眼看着我的硬原色 都快把印度这个国家布满了 他们就采取了封城行动 不过封城之前 我的名声就已经明亮海外了 所以我算是还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怎么说 嗯 我好像火了 据说网络红人李佳琪的戴户能力 都没有我强 不过这距离我KPI的完成 还相差甚远 只是侵占一个国家 我的梦想可是全地球外 这厉害了 于是我又开始自我提升 让我的病毒变得越来越强大 眼看着周边的国家 都打满了我的硬原色 我的黑粉们竟然开始研究解药 还在网上发帖 让大家都抵住我们 方法就是洗洗手 戴口罩和自我隔离 并且医生们昼夜不停的解除 在沉迷我们的人来 那是应该的 简直好气哦 最终我在KPI只达了30%的时候 没干过这帮人类 不过 只要人类再次作死 我就会再回来的 哼 就说是 好了 这次的体验就到此结束了 社长这游戏水平也着实是菜 不过通过这次游戏 我们也能看到 只要我们好好做个人 不作死 听取专家的意见 我们就可以战胜病毒 再到春暖花开时 我们再相聚 期待英雄们的归来 最后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感谢这次疫情期间 帮助过中国的国家们 我们永远爱你哦 拜拜 这期就到这里